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实际上两人仍然因为自身的缺陷而自卑 暗自哀伤 即将毕业之际 吉尔被一所外地大学录取 将在几天之后离开 麦特决定跟着吉尔前往他所在的大学 但如果这样 没有经济来源的麦特就要面临着房租等生活费用的重担 再三思考之后 他最后还是让吉尔独自去大学 而自己则努力工作挣钱 两人时刻保持电话联系 过了一段时间 麦特与吉尔相约见面 在电话中双方都说为对方准备了惊喜 很快 麦特来到吉尔的城市 见到吉尔的时候 他惊奇地发现吉尔瘦下来了 这就是吉尔为他准备的惊喜 一个更好的吉尔 而麦特的惊喜则是用辛苦挣来的钱购置了一眼 这让他自己看上去更加体面 吉尔将麦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 看着那些朋友们畅快地聊着天 麦特发现自己根本插不上话 他隐约感觉两人的感情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而吉尔也察觉到这一点 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吉尔从洗手间回来 发现麦特早已为他点好了一份冰淇淋 正在减肥的吉尔强烈拒绝吃下冰淇淋 麦特一再劝说 但吉尔的态度十分坚定 此时 一位与吉尔相识的男士跑来搭讪 这让麦特感觉自己男朋友的位置受到了威胁 吉尔察觉到麦特的不快 为安抚他勉强地吃了一口他点了餐 在离开的前夜 麦特强行让吉尔吃下 他用蛋黄酱 奶油等高热量食材准备的食物 吉尔终于忍不住爆发 二人发生激烈的争吵 吉尔甚至说出 自己变瘦后不再是怪胎 而麦特却依旧是个残废的话 两个人不欢而散 后来 麦特意外来到一个变装party 被一位女生嘲笑频繁 他不甘心地摘下一眼 抑郁证明自己不烦 却被对方嘲笑可悲 而后 一眼被碰掉 落在他无法找到的地方 另一边 吉尔被一位帅气的男孩邀请参加派对 最后却发现出现在这里的全部都是肥胖女孩 这是一个有特殊癖好的男人部落 吉尔想不明白 他努力地减肥 变美 抛弃男友 试图融入正常人的圈子 为什么却依旧被排斥在外 艾罗因意外入院 赶来探望的吉尔和麦特也因此在医院相遇 麦特哭过之后 静静地将头靠在吉尔的肩上 吉尔顿了片刻 也轻轻地靠了上去 两个曾经试图努力改变怪人的标签的人 终究不能被其他人所接纳 好在他们还有彼此的相互安慰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一些怪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